明完星守护的天蝎座 很早就比其他星座更加容易经历背叛和失去的主题 那是一种他们想要紧紧抓住 而最终还是会失去的情感 因为失去所以害怕 因为害怕所以隐藏 慢慢的他们开始学会隐藏自我 因此他们面对任何情感 都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漫长的潜伏期 天蝎座有着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爱情观 越是禁忌的爱 危险的感情 都会刺激蝎子那颗想要保护对方的心 而且一旦相爱必定深爱 务必爱到极致恨到极致 莫莫在黑暗中绽放美丽 品味绝望寻找希望 很多人说天蝎座腹黑即仇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蝎子 天蝎座的底线是背叛 非黑即白爱情分明 它可以和你同甘共苦 照顾你人际关系中不观察的一面 但前提条件必须是信任 你让我失望我让你绝望 如果你有所背叛那对不起 风平乱尽下 迎接里的将会是死亡与毁灭 金流座在占星学的元素画本座为土线星座 在性座画本座为固定星座 相当于在固定的架构上达到了重叠效应 所以代表着稳定踏实和不愿意改变 如果说天蝎代表着危机四伏 那么金流则代表着岁月安好 金流座能接受稳定的生活状态 在感情中他们是典型的慢热系 不要求轰轰烈烈 更倾向平平淡淡的幸福 黄道上的金流座也代表着物质和钱财 所以你跟金流座打交道 千万不要觉得弹钱上感情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乘建筑 稳定的金流座强调当下的物质生活 非常清楚怎样花钱和怎样挣钱 然而成长的挑战在于 除了拥有物质上富裕的价值以外 如何面对精神层面的吸引力 如何分享 如何运作 如何紧紧抓住彼此 是他们需要向天蝎座学习的 你只获取了物质上的价值 但并未搞清事物背后的真相 居然思维了天蝎座 他们很早就看透了人心的黑暗面 很容易一眼看穿事物背后的真相 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如何富裕价值 创造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体 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向金流座学习的 一个红尘中活色色象 一个天地中运筹帷幄 一个很物质 一个很精神 他们分别代表着安全的物质基础 和不安的精神世界 如果爱 请深爱 我想用这样一句话 展开对蝎座的描述 最符合天蝎座的本质